故乡 根所在的地方 人的一生走在回家的路上 人们成长 别离 团聚 烤肉承载了齐齐哈尔人 对家乡的思念 齐齐哈尔 位于黑及内蒙古三省区交汇处 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代之一 松嫩平原的腹地 向西是呼伦贝尔草原 向东则是扎龙湿地 这里水自圆充沛 土壤肥沃 有三十五种真心鸟类 再次繁衍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使这里的牛肉品质极佳 建国前 齐齐哈尔是清朝的关外重镇 境内生活着内蒙古 达沃尔等游牧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 齐齐哈尔成为国家的重工业基地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和民族融合 烤肉作为游牧民族的特色饮食得以保存 并发扬光大 日落之后 齐齐哈尔最忙的地方 莫过于烧烤店 王伟是这家肉铺兼烧烤店的主理人 和牛肉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交情 对肉的了解是基本技能 对肉质的把控则是每日的辛劳 咱们都说平行大约差不多了 两点多钟 现在三点多钟就得起来 我想把肉质量长好 必须得这样 没办法 这玩意儿没什么 没有什么高端 你这玩意儿科技很活 你使不上 只是保证食材质量必须得好 如果说烤肉是对食材的检验 那么烤串就是对师傅技术的检验 什么部位用什么样的火候 何时提香 何时放辣 都是多年积累的绝美节奏 烤串师傅可以说是一家烧烤店的绝对核心 齐齐哈尔人对烤肉有着天生的眷恋 原生的家人出去了 跟外子走了几年啊 或者是一年半年的 那都缠着不行 下车头一顿必须是家人烤肉 对 这是必须的 烤肉是最能代表家的味道之一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烤锅 一哈特色嘛烤锅 别的地方一般都没有 烤盘上附有小孔 是食材能附上来自木炭的香气 只要天气允许 叫上三五好友 备上小菜 在旧近的肉库买上新鲜的牛肉 就可以就地开造 其他城市有烧烤一条街 而这里是烧烤每条街 自己动手烤串 是越来越多齐齐哈尔人选择的烤肉附加项目 变沙以后撒点脂肪 芝麻啥都有 吃肉不吃帅 香味减一半 虽然都是家庭烤肉 但是每个家庭都有着自己的半肉蜜方 造就了每个齐齐哈尔人 对家的味道的不同记忆 这个时代 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 无论脚步多么匆忙 总有一种味道 一直在提醒我们 认清明天的去向 不忘昨日的来处 有一个早就来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